开了饭整点新闻 马总统今天透过脸书 对于台日渔业谈判历经17年之久 第一次谈出具体实质的结果发表感言 总统表示 台日渔业谈判获得结果 证明去年8月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受到日本重视 期盼东海能够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 马总统指出 这个协议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能确保我国包括了新北 接龙 耶兰以及其他各县市的渔民都能够实质受贿 放心到传统渔场去捕鱼 不再受到干扰 对尚未谈刀的水域 像是北纬27度以北的部分 以及钓鱼台列与周边12里水域 我们会在这个协议创设的台日渔业委员会当中 与日方继续讨论 以谋共识 媒体报道 从上海返台的台湾两名防疫专家指出 短期之内 H7N9不知引发大流行 推论4月16号是上海疫情能否控制的关键点 卫生署副署长林纽颜今天表示 那是专家个人对考察上海三个市场尽在火情之后 评估对当地疫情有帮助与否的看法 他也指出 H7N9疫情有可能会变成区域性地域性或是散弹性的疫情 再加上9月秋季候鸟又会南非 进入下一波疫情控管的候鸟监测高峰期 因此入秋之后要小心 疫情短期之难不容易解除 为了方便民众在母亲节周末假期返江过节 台铁以及高铁都有加开列车的规划 台铁市在5月10号到13号 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总计126列次 4月26号零点起开放网络 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 至于台湾高铁的部分 将在5月10号到13号加开30班列车 从4月13号周六凌晨零点起开放民众购票 旅客在出发日前8到28天购票 有机会享有走鸟6、5折、8折或是9折的优惠 我是碧玲 继续带您关心 宜兰在地新闻 2013宜兰绿色博览会 目前正在苏澳五老坑风景区盛大举行 为让游园的游客欣赏完大自然美景之余 也能品尝到宜兰的在地美食 主办单位特别与罗东镇观光小镇发展协会 电客推出游绿博持顶罗东活动 只要击满园区内任六个馆去戳张 就可以摸彩抽出一张罗东小吃住宿兑换券 相关的活动详情 民众也可到2013一赖绿色博览会官网查询 为了防堵HTN9潜流感疫情 一赖县三星乡公所宣布 乡内野哥成群到处飞 居民也不堪其扰 即日起 乡民只要捉到野哥 一只赏金50元 野哥将郊游县府农业处处理 农业处表示 未来三星乡公所送来的野哥 若今衰减带有病毒将立刻扑杀 若没有危害人类将暂时暗置收容 以上新闻由林碧玲编辑播报 掌握及时新闻就在GitFM 最后新闻通计� Schifiques 也不能去了 再是There ai 最后新闻就在